歡迎收看 天氣漸漸的炎熱起來了 很多的事情 就會開始圍繞在我們的身邊 比如說是 當然 是不是 離我們很遠了 天啊 有多久沒有穿過比基尼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夏天 其實我們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要外物什麼的 一定都穿得很少 除非騎車怕曬太陽等等 但是就是當我們穿得少的時候 特別是短袖或者是無袖的時候 你就真的很難跟人家說再見 因為一這樣的時候 有沒有那個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 都是很多女生的痛苦的地方 那就是什麼拜拜袖還有蘿蔔腿 因為穿短褲的時候 那個整個腿就晾在外面了對不對 所以這些地方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來注意它 或者是保養它呢 今天來到美麗不妥協的來賓友 覺得健康就是美麗的何佳玟 以微診手術 雕塑優美曲線的醫美醫師廖月麗 還有要教大家 簡單健美超的體重管理師楊麒麟 真的 這個女生的所謂的 這個拜拜袖的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 佳玟妳從小雖然瘦 但是也是有是不是 有 而且因為大家認真看我的手背 可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手背跟我的身高比起來 其實我的手算短的 你們有發現嗎 我們也不想講說 真的 我跟你說 其實以我身高來說 我跟同身高的人比 我們站起來 我的腿 我的手算短的 我們兩個人身高是差不多高 對不對 這樣 有沒有發現我的手是比較短的 妳把手指頭伸直的話 有沒有 我都比較長一點 真的 我真的天生手背就比別人短 所以我只要一點點肉 就會覺得我的拜拜袖特別明顯 是 對 只是我不知道拜拜袖有分很軟跟結實 剛剛廖醫師說我這算結實 很結實 反而傷腦筋吧 因為比較不好 就很怕就這樣 忍不住就撞了起來 對 其實說實在結實的 我們不會認為它是拜拜袖 只有那種很軟的 就是其實這裡面有三層組織 那一層是皮膚 然後再來一層是脂肪 接下來裡面有肌肉 那這三層裡面只有皮膚加脂肪 它真的會拜拜到一個不行 可是佳玟這個是不會 所以我認為佳玟其實嚴格說起來 它沒有什麼拜拜袖 它是比較結實的 我是屬於另外一類的 問那我下一集再來 那我 那我 好 我的手好了 我 我剛剛是拜拜袖 妳要來掐一下好不好 對 我們有時候看拜拜袖 可以這樣 手那麼細 什麼掰 有一小小點 然後我們不能否認一小小點 有 那這個拉起來 你看 Oh my God 這拉起來是這樣 那皮 妳是蝦文的 你看 妳什麼口罩 妳自己沒有 妳就這樣說我 它是雞腿肉 妳都在講 妳的是臭皮 然後它這個是有肉的 我就是真正的拜拜袖了 妳這個是最常見的一個 拜拜袖的一個狀況 但是妳不明顯 不嚴重 所以也就是說 小拜拜 當我們自己在家裡面測試 也就是說我如果說自己這樣測試 自己這樣捏 這樣多出來的 其實都應該沒有會比較好對不對 妳不可能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的話 就是一個漂亮手臂 妳看看這個線條 它有一個正常的厚度在裡面 假設妳這樣對捏 捏起來 如果妳拿一個尺來量這兩邊 這樣對捏 她的距離差不多1公分到1.5公分 算可接受 可是如果1公分到2公分開始 就是有拜拜袖 兩公分以上呢 可是因為妳看 我們必須 雖然我們 並不是說有多老還是怎麼樣 但是就感覺自己有年紀了 就差不多40歲以後 我覺得好像 就算我沒有生過小孩 大概我都有所謂的 拜拜袖跑出來對不對 因為這個其實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說這個結構上有脂肪 也有皮膚 脂肪跟皮膚其實 膠原蛋白會不足 所以皮膚會變鬆 然後肉鬆吃太多的時候 不是肉鬆 肉鬆 就會變脂肪鬆 這兩個一鬆 妳的拜拜袖就非常明顯 如果說我們平常有做一些運動的時候 站在我們醫生的角度來看 妳肌肉的這個稍微比較結實一點 可以支撐掉這個鬆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做運動的時候 站在我們醫學的角度的話 就是要好好的處理這兩塊 還有一些人他是減肥 一下子減肥減太多 他那個皮根本就來不及縮回去 比如說有胖到150公斤 然後他忽然減到70公斤 他整個皮膚沒有辦法跟著回來 那個白白袖可厲害了 那個穿斗篷 蝙蝠袖 那種就必須要開刀把這整個修過 可是因為比如說我們說白白袖 剛剛醫生用這樣子用掐的 去感覺它的厚度 如果說我們腿的話 因為我們講什麼蘿蔔腿 蘿蔔腿 這什麼才會叫做蘿蔔腿呢 我也要用掐的 看掐出來多少肉嗎 掐的是可以掐 但是掐的沒有那麼客觀 我們講客觀的 我們用量齒量 好 假設這個潮籃 最把無情的池又來了 對 站起來的時候 好 漂亮耶 從這個 後關節這個地方 然後一直量到腳踝 是 這一段量起來這樣子 差不多是31公分 155公分 算長 算長嗎 32公分 沒有到這個腳板 然後再來量最寬的這個地方 好 就是最寬的這個地方 這樣子量起來差不多是10公分 配10除以32是多少 10除以32是4 0.3 0.3多 有蘿蔔 那一副好像最寫有沒有 不會這樣 其實一般的那個值是在 0.28以下 1.28 我穿都會寫綠了 都會寫綠了 妳把它吞掉 對 0.28可真的太細了 誇張 這樣子 跟剛剛一樣是到這裡 差不多 應該是還是到32 但是橫的地方 橫的地方差不多是8左右 你看有差 剛剛是10 8一點點 8除以32 8除以32 對 0.25吧 0.25 0.25 標準 等一下 什麼叫做標準 還不知道什麼是標準 0.28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你這個長徑 我的長度除以 這個寬度除以 寬度除以長度 對 寬最寬的地方 然後除以整個長 這個長是到腳踝這邊 到腳踝就好 這樣子除起來低於0.28 一般來說我們就覺得是正常 低於0.28 對 所以剛剛主持人做了一個 等於是小實驗 就是說你常穿高跟鞋 你那塊肌肉其實會用力 它會變胖 它不會變胖 它會變結實 所以這時候看起來 你就算沒有蘿蔔腿 看起來也 久了也會練出蘿蔔腿 練出一塊肌肉來 就好像假設說我們說 那個跳芭蕾舞的朋友有沒有 他常常在用他的腳在用力 所以他這邊好像也會比較容易 形成一塊肌肉還是什麼 對 但是站在醫學的角度來看 這個練出肌肉有兩種形式 一種形式是塊狀的 所以你如果說做那種大量性的 一次性的有氧運動 他比較容易練出這樣塊狀的肌肉 如果練一些像伸展性的舞蹈 就比較容易產生肌肉是比較修長的 像瑜伽那種肌肉就比較漂亮 對 是 因為之前你知道嗎 我跑去健身房 然後就請教練 就是一對一的這樣子帶著我們 做什麼心肺做有氧等等 然後做完之後 他大概會花個十分鐘幫我按摩 就是所謂的按摩肌肉 小腿肌肉等等 他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肌肉才不會變成一塊在那邊 比較不結塊 所以所有的運動 特別是大的那一種 就是劇烈型的運動之後 都要做伸展 肌肉會比較好 我們在講這個蘿蔔腿的時候 這真的是 這都是運動員比較會 你不覺得男生的小腿 如果這樣要穿球鞋超帥的 有嗎 我覺得這個太大塊了 這很大塊 這個還沒有到上半邊 到上半邊 如果是那種 騎腳踏車的 它會兩塊好像這個 飛鼠腿 那就是肌肉整個鍊大塊起來 這個是肌肉型蘿蔔腿 肌肉太大塊了 另外我們這個 腿的地方還有脂肪 可是相較於我們身體其他的地方 因為我們腿天天要走路 所以它肌肉占比 是比脂肪來得多很多 所以如果是脂肪性蘿蔔腿 你不會看到這樣一塊一塊的肌肉 你可以捏起來 捏起來你的厚度 如果比人家都厚很多的話 那你就是脂肪層占比較多 特別是捏起來超過兩公分的時候 那不是這樣一大片捏 那又要捏我嗎 捏我嗎 好 我捏你 我幫你拿 你說這樣捏有沒有超過兩公分 一定有對不對 那問題不是這樣捏 問題是這樣捏 等一下 好燙 好燙 這樣捏 我幾乎捏不起來 這樣你看 捏起來其實差不多1.5公分而已 對不對 這個潮蘭的脂肪型蘿蔔腿 其實不嚴重 太好了 然後有些人會有 我就是 水腫型蘿蔔腿比較不是用捏的 它用壓的 你壓了以後 這個水腫的地方彈不起來 通常壓腳的內側的 腳內側或是壓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壓這個骨頭的旁邊 骨頭旁邊 因為你壓旁邊的脂肪不準 壓肌肉不準 你要壓骨頭旁邊沒有脂肪的地方 然後壓了以後 如果它彈不起來 表示說你有水腫 那如果有水腫 那接下來就要去注意看看 有沒有腎臟的問題了 對 然後有的人是混合型蘿蔔腿 比如說 它又有肌肉 然後又有脂肪 然後上了年紀 可能就是說 新陳代謝不太好 或是有糖尿病 它開始水腫 有的人是混合型的 那所以根據不同型 要對症下藥 可是我們發現 這幾種不同的所謂的蘿蔔腿 它的形狀好像也都不太一樣 有沒有 不太一樣 水腫型的是類似是這樣 然後什麼的 家瑋妳可以站起來 讓我們可以站在這邊 看我的 我可以說我其實是水腫型的 其實家瑋也挺結實的 但是不曾換 妳是穿了彈性襪是不是 對 我穿了我的法寶 但是我剛剛看廖醫師那個 我應該如果不是水腫 就是混合型的 就都有的那種 那假設如果說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我可能按 我按個哪裡的話 我可能我的白白袖會比較少 或者是我的蘿蔔腿會比較 變細一點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呢 麒麟 其實很多產後媽媽的狀況 就會遇到的就是 他們會覺得 他們整個變大隻了 變狀 對 他們是整個變厚 會被熊腰了 還不到熊腰 但是真的會被出來 但是因為那個前提是在於說 因為後期的荷爾蒙 要讓媽媽能夠抱小孩 對 所以那些手不是媽媽要 但是一旦 一般我們不建議就是產後 先做瘦身 是產後一個月 因為前面要調理 可是在調理的過程 有一些媽媽為了急速瘦身 所以他們可能在飲食上 會選擇比較激烈 但是因為就像我們剛剛那個 廖醫師講的 你快速瘦身的話 大量的膠原蛋白流失 所以他們的皮膚會在 可能經過半年一年以後 整個就開始有下墜狀況 所以那時候我會再 教他們的過程 或教他們簡單的動作 像你們如果把手舉起來 像拖盤子的動作 你們拖著以後 你把小指頭 往自己的鼻子轉進來 然後手指往內勾的時候 你們再往後伸 再往後伸 然後往後伸的時候 一般人的高度 不能像我拉那麼高 但是你們往後伸的這個動作的話 就是我們的所謂 蝴蝶秀的動作了 對 然後你們再回到 拖盤子的動作 這好像我們小時候 跳民俗舞 對 它有一點像 只是說我們用在運動上面來說 它是很簡單 讓媽媽在家可以做 手臂運動 這很簡單 對 但是因為很多人 就覺得好像在跳民俗舞 但是基本上 媽媽他們沒有空出去運動的話 我就會叫他們 你們就做這個 然後盡量往上拉 對 盡量往上拉 那一般我又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當你在按那個 腿的按摩的時候 你們要注意一下 一般我們的腿 你在所謂的 逆地心引力按摩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手往後拉的動作 已經在雕塑你們的蝴蝶袖 所以一舉兩得 所以一舉兩得 對 後拉然後再加上闊胸 就是你的胸部闊的話 是在雕塑腹乳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按摩好累 基本上你按摩如果力道 加上手背的動作一起進來的話 它剛好是連我們的蝴蝶袖 跟手背一起訓練 以微整形消除蝴蝶蘿 術後保養很重要 像我們這個蘿蔔腿 如果我們在這個肌肉 給它打針之後 之後它這個打針會 打針地方 只要打對肌肉 它會整條平均的順下來 那有的人呢 給他打的肉毒感運速 腿型很漂亮喔 可是他偏偏要穿那個 12吋高跟鞋 不曉得為什麼 想說腿都變漂亮了 我當然可以穿高跟鞋啦 很快的就要再回來找醫師啦 對 真的啦 就是可能對待面也真的懶得懂 所以呢 我們就可能利用 比如說醫美的方式 妳有朋友 妳有朋友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我要建議大家 就是我覺得 如果妳要做這樣專業的東西 就真的要找專業的醫生 真的 因為我的朋友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有一陣子很流行打針嘛 就是那個蘿蔔腿可以打針 肉毒素 用肉毒喔 然後我跟你說 它是怎麼去的呢 因為它在物流公司做那個業務 然後有一天他們公司的櫃台 就來了一個傳單 然後那個傳單就是什麼打折 就幾個人就可以打折 然後他們揪了一個 他們揪了八個人去 然後打完之後其實 它一邊的腿 它兩邊小腿的粗隙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但是它打針之前是一樣的 它打針之前是一樣粗 對 一樣粗 但而且是同樣的一邊都打 它說打六針這樣 這樣 但是它現在右邊 右邊的腿是細的 左邊的腿還是粗的 其實打針 算是裡面最安全的一個方式 像我們這個蘿蔔腿 如果我們在肌肉給它打針之後 之後它這個打針會打針地方 只要打對肌肉 它會整條平均的順下來 你說的那個情形 如果真的是打針的話 它可能打兩邊的肌肉 打到不一樣的肌肉 我覺得是 對 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你今天不是打肌肉 另外還有一種治療方式 是神經阻斷術 就是把肥腸膝的神經把它剪掉 把神經剪掉 其中某一個神經 讓它變得沒有力 沒有力不會傳導 那條肌肉就不會變粗 可是你知道 你肌肉是平衡的 你這條肌肉沒力 其他肌肉就會變粗 所以做那種治療之後 它可能變鼻桶腳 就是腿變直的 整隻看起來一樣 就很像畫漫畫裡面畫的那個 美少女的腿 對 美少女的腿 可是我的朋友還有一個狀況是 她現在比較細的那個腿會痠 比較細的那個腿會痠 比較細的那個腿會痠 這邊的腿會痠 對 有點奇怪 所以其實這些治療 就要選安全的做 真的 真的 對 如果有一些不安全的 比如說像 聽起來那個神經阻斷方式 好像是永久的 可是其實 當你變成鼻桶腿的時候 你就不會希望它是永久的 真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像這個蝴蝶袖 我們用醫美的方式 像這個治療重點就不一樣 這治療重點的肌肉 這個治療重點就在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把脂肪拿掉 然後另外一方面要把皮膚稍微加熱 讓它膠原組織再生可以收縮 膠原組織 對 這樣做完以後 你看這個蝴蝶袖差很多 漂亮 差很多 對 我還碰過有人是這樣子 有人就是他的肌肉 練到太大塊 他去練肌肉 他想說他的蝴蝶袖 所以他要去練肌肉 以免他的蝴蝶袖鬆鬆的 他想肌肉可以撐 真的練到太大塊的時候 變結塊 那就變成這個 蝴蝶蘿蔔 好慘 這個蝴蝶蘿蔔 回頭只好來找醫生 拜託幫我打幾針 肉毒素 讓蝴蝶蘿蔔 至少變成蝴蝶 這樣 好慘 這個很慘 所以像運動 也要看是什麼樣方式的運動 治療要對症下藥 像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要去處理他的肌肉 那就是不可能 因為他的問題點不是在肌肉 對 所以說我們做蝴蝶秀的話 聽起來好像風險會比較小一點點 比對的風險小一點 這個潛在他是有一點風險的 如果說醫師做的經驗 不是很夠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蝴蝶秀的時候 是要從這附近 有一個像小針孔這樣子 進去裡面做 但是這一個地方 是我們有很多 這畢神金蟲就掌管了 我的手可不可以抬起來 那可不可以放下 那有的人剛做完的時候 會有一個暫時性現象就是 你的手抬不起來 暫時性的 那有很少數很少數很少數 是真的傷到被神金蟲 他的手就提不起來了 就沒有辦法提起來 對 不過大部分是暫時性的 因為做完這個腋下 其實會有一點水腫 有一點點壓迫 那做腿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可以打坐毒素 打坐毒素頂多就是腿 暫時沒有力 但是它會恢復 可是如果說我們去做到 這個神經阻斷 或是有的真的切肌肉 他覺得那塊肌肉太大了 他把肌肉切小塊一點 那就會造成其他肌肉的代償 那代償的結果 就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 因為大家可能都很希望 就是比如說去用 醫美的方式 有沒有就是欠入性的方式 然後去讓自己變得更漂亮等等 但是真的要告訴大家就是 真的要去多評估 然後知道這些風險等等 然後你自己有一個完全可以承秀的能力 這時候來做 像漱厚有的人 他沒有好好保養 比如說他去做了蝴蝶袖 結果他回來 我們必須要穿那個束身衣 稍微把這個束住 那束住的好處是 它的這個組織可以重新的整合 重新固定在比較好的地方 那沒有好好的穿 那這樣子恢復的時候 可能就是第一個又會水腫 第二個效果又沒有這麼好又打折 那有的人呢 給他打個肉毒感運速 腿型很漂亮喔 可是他偏偏要穿那個 12寸高跟鞋 不曉得為什麼 想說腿都變漂亮了 我當然可以穿高跟鞋啦 很快的就要再回來找醫師了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協助 比如說肌肉它是可以被訓練的 當它變得很大塊 那我們有一段時間 叫它不要動休息一下 它再變回來就不會那麼大塊 所以你要給它一點點時間去調整 不要說你打了叫它變小 你還又訓練它把它變回來 效果就會變得比較差 那剛剛是比如說打針進去 它容易比如說就上到 可能神經的部分 不是打針 就是做神經的一個電流的阻斷 對 那這樣子聽起來比較危險 那容脂會不會比較 容脂其實滿安全的 但問題是小腿 我們剛剛捏過嘛 小腿最大的成因是肌肉 不是脂肪 那這邊就可以做容脂 再加上做 這裡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容脂再加上雷容 再加上水刀梳子 然後再加上 現在有一種新的 不開刀的 叫做標靶正波 那做了以後 對 做一次 大概這一個整個圍 可能可以小個 一公分到一公分半 對 其實效果滿好的 所以現在 但其實科技越來越進步 其實有很多東西 它不開刀 你可以先做 所以說如果真的覺得 效果不夠好的話 再選擇比較進階的方式 對 可是呢 比如說有這樣子的狀況 或什麼的話 其實我們想說 可能第一個 年齡也到了 大概是 年齡會有差 對不對 那另外 食物的方面 或者是我們日常起居的 生活上面 會不會也有一些什麼東西 可能就是 我們如果避免了 我們也許就避免了 妳知道 我有 我有研究 真的假的 真的 妳不是只研究內容 沒有 所以妳說我生病之後 我很認真研究健康這件事 是 我覺得 像我自己本身的體質 我覺得我應該跟 絕大多數的女生體質一樣 就是我們容易手腳冰冷 會 然後水腫然後代謝不好 我們這種人 又特別愛吃甜的 還有特別愛喝冰的 就只能要人命了 真的 所以妳覺得 甜的啦 冰的啦 對 都容易 讓我們的脂肪跑到這兒來還是 我覺得都會出現在 不太對的地方 比如說這裡 這裡跟這裡 其實也就這些地方 她好棒 她來到了這裡 沒有啊 但我真的覺得 少吃甜的跟少喝冰的 酒生會比較好一點點 油炸的 油炸的 就是妳愛吃的都盡量不要 然後有時候我們擦麵霜 保養品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顧一張 臉的膠原蛋白 其實有很多容易鬆弛的地方 膠原蛋白也是要顧 容易鬆弛的地方像這裡 其實保養品也應該要擦 擦到這裡來 對 因為假設是一些維他命C 或是生長因子之類的 她長期擦膠原組織會再生比較多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地方要擦 這裡嗎 對 也要擦 這裡也要這樣 小腿的話就還好 小腿基本上比較沒有下垂的問題 可是大腿的內側可能也有 也有鬆弛的問題 所以有些保養品就是說 它是抗老化的 比如說剛剛說維他命C 果酸類 A酸類 在這些組織都可以幫忙擦 我這也是日本的朋友 就是台灣我跟代理商認識 推薦給我穿 我那時候本來還想說真的嗎 可是我後來發現 穿了之後我的小腿會變瘦 然後我後來研究 他說是因為我們走路的時候 有襪子固定 所以乳酸沒有一直堆積 血液循環比較好 因為可能剛好我是水腫型的身材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穿這個褲襪 它是430段 然後18段牙縮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我們都知道 就是可能有好多的動作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你怎麼說 怎麼這種動作的 拿寶特瓶的嗎 對 拿寶特瓶的 拿出的還有這種的 我都知道 都不會做 對 我們如果用運動 可是我又怕運動它真變成肌肉 以後我要變小都很難對不對 會 這個常常遇到 就是說很多人會覺得是說 我運動會變成那一種肌肉難 可是運動的話你要比較 我現在這邊整理一份的話 光從水分來做比較的話 他們其實 可是他們不是所謂的水中毒 而是因為他們代謝量夠 你想他們一運動的話 汗就大量排出了 所以他們會喝到6000C 因為他們如果水分不夠 對他們來說的話 他們的血液濃稠度會變高 它的代氧量會變差 但是請看上班族 我遇到很多的菌質 喝不到500 一天不到500 對 因為這個並不包括 咖啡 茶那些飲料對不對 對 就是單純的水 對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按照 剛剛也有提到的 像 剛剛廖醫師也提到的油脂 但是你說要一般民眾忌口 完全不可能 可是他們那種肌肉男 肌肉女的話 那種健身教練他們做得到 因為他們是補充的 所謂的高蛋白飲品 高蛋白飲品可以延緩他們的 那一種飢餓感 所以他們是有方式在訓練的 那一般上班族的話 幾乎都是完全沒有辦法 可能三天就放棄了 因為我突然想到 因為之前在健身房 就真的看到那些專業的 所謂的教練們你知道嗎 哇塞 那個 他的手臂的肌肉大概比我大腿還要出的 然後就會覺得他們已經 已經那個鐵塊已經到極限了 然後就是已經是最重的那一塊 他還是在 好厲害喔 然後就會覺得說 他們已經練成這樣子 可能一天不練或兩天不練 他可能會渾身都不對勁了 會 因為像我們自己 在教運動習慣的話 我們一週沒有真正動到 運動三次的那種 完全的那種負擔的話 我們會覺得好像 好像這個禮拜籃籃 就很難受了 可是我說實在 剛剛這個裙子這種 我覺得不太適合女生 對 女生會變成太大隻 沒有 基本上是 運動的肌肉群要用 像你們看到健身房男生 他們也練錯 因為他們過猛 所以他們把我們這邊的 肩膀的斜方肌練起來 但真正的健身教練 他們耳垂到肩膀這段距離 是完全脖子就是脖子 不會多一個三角翼 多三角翼的是練錯 比較大的問題其實是在睡眠 他們的 而且他們是幾乎 十二點以前就寢 持之以恆的運動的話 其實我把理由整理出來了 上班族幾乎都沒有空 所以為什麼一般都建議他們 如果真的沒有那種 上健身房習慣 在家練習運動就好了 運動基本上 剛剛像藍姐都做對了 那種你的手臂那樣舉的話 都對 全部都對 但是 但是就是不做 對 所以基本上你要練到 變成我們所謂的肌肥大的話 或者是肌肉男或女的話 很難 因為你在前面有一段時間 叫燃脂 所以燃脂那一段通常三個月 大家都放棄 因為接下來可能到了冬天 全部就進入了那種的火鍋期 所以它是有一個週期的 好可怕 對 那想請問 那佳玟 那你有在做什麼運動嗎 我就是因為我之前身體的狀態 因為我天生心臟有問題 所以我的醫生那時候 就建議我說你一定要動 但是你不能太劇烈到 讓你的心臟受不了 他是說如果你的運動 會讓你全身痠痛 他說那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太超過了 一個就是沒有暖身 所以我都是快走 我的運動都是快走 就是我會大概早上起床的時候 然後我剛才練習這個很難 真的很難 你要專程走路很難 所以我那時候 為了走而走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也不要求我自己 有時候一天半個小時就好了 就是剛開始是慢慢走 慢慢走 讓自己習慣每天要走半個小時 然後再來就會快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 每天半個小時的快走 那如果平常工作的時候 逛街什麼的 能夠盡量不要坐車 我們就慢慢散步這樣 就讓身體一直有在活動 像這樣子走路的話 那會走出蘿蔔腿嗎 好像也還好 我覺得還好 我們會看兩方面 像我常常也會遇到 很多人就是覺得 它會跟家務一樣 就是我用走路的 我就說 因為我們一般走路跟散步 它是屬於完全沒有抑制 去控制腿的動作 所以你的大腿跟小腿 拉的幅度沒有很高 基本上我就說 那個根本就是 我們一般的話 很基本的 你如果真的在走的時候 從你開始會喘 然後計算30分鐘的話 那個才會啟動 所謂的微量有氧 但是當你只是散步的話 那個意識完全是不會 通達到小腿的 除非你穿高跟鞋走很快 那個小腿可能就開始緊實 緊實到時候 可能要去找廖醫師 對 可是其實我這樣講起來 我們其實不鼓勵說 你一定要去練這個小腿運動 去讓它整個緊張結塊 那運動有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要我們身體 各個運作變正常 比如說心臟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走路 我們要快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讓我們心臟 可以跳140下以上 維持個15分鐘 那其他的運動呢 你無論是耗養的 或是各方面的 其實之後都要做一點伸展 那甚至我們去走路走完路 我們回來可能也是要伸展 伸展這個 伸展我 伸展後面的肌肉 把它拉長 是 對 把它拉長 腿還是要抬一下 這樣子才會有運動到 但是我們的體態還是修長的 是 對 因為之前我有試過 就是不是市面上有賣很多的 那種所謂的燃脂霜 妳是老實說 真的 妳有用過 妳從頭插來這邊 我用過大概一百種 我用過大概一百種 我用過一百種 所以我們覺得很熱 一定要熱 有 因為裡面有辣椒素 所以很熱 可是問題是 那就有效了不是嗎 那只是皮熱 只是皮膚熱熱的 對 用完之後的感覺就是 不過說實在 它裡面成分裡面 有一個成分 是真的會有效的 就叫做 只是說這個咖啡因 從皮表 它不容易進到脂肪 所以如果真的要有效 其實國外有一些打消脂針 它就打一些咖啡因 還有打一些 就是我們一些氣喘的藥 它打在這一些脂肪的時候 會促進脂肪的燃燒 像大家講到的那種 擦燃脂霜會熱 那是表皮的熱 但像我們在運動 在教我們學員的話 他們真正動到肌肉的話 他們 他們下了運動之後 我們的人體會 體脂肪會自燃八個小時 自己燃燒 而且那種熱 你會覺得你深層的肌肉會熱 然後會酸 因為那個是乳酸的原因 但是你肌肉群動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 你熱的地方是哪 不過真的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那個電視廣告 不是有一個那個 就是睡覺的時候 把那個襪子穿起來 從日本開始流行的 腳就不會水腫還是什麼的 對 就好像你今天穿的這個 也是屬於醫療級嗎 我這個是醫療級的 這個也是日本的襪子 但是它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最早是從它的短襪開始穿 就是氣氛 就是膝蓋下 那個是570DAM 穿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為它是八段壓縮 它就是幫我們把小腿的 血液循環打上來 那剛開始我 因為我這也是日本的朋友 就是台灣我跟代理商認識 然後推薦給我穿 我那時候本來還想說真的嗎 可是我後來發現 穿了之後我的小腿會變瘦 然後我後來研究 他說是因為我們走路的時候 有襪子固定 所以乳酸沒有一直堆積 血液循環比較好 因為可能剛好我是水腫型的身材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穿這個褲襪 它是430DAM 然後18段壓縮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可是這種的 大概都只能夠冬天穿 要不然夏天要帶冷氣房 要不然你就那種 一直穿 我連睡覺的時候都穿 不好吧 真的我連睡覺的時候都穿 這樣會壓破的 其實是還好 假設今天 今天佳玟是身體很健康 假設今天有的人 他是長期要站著 或是他有靜脈曲張的話 其實整天穿幾乎對他是必須的 那只要個人沒有覺得 什麼不舒服的話 其實還好 因為他畢竟是有彈性的功夫 因為有一些的朋友 他可能也會是說 那我比如說有 蘿蔔腿的狀況 我可能就買 比如說醫療級的襪子 來穿穿看的話 其實妳會有 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因為如果我們會看他們的體型 如果是屬於脂肪或水腫的話 其實不太建議是穿到膝蓋 因為你變成下面鎖住了 他的血液回來得不好 像佳玟穿的因為是八段 從你小腿圍 不同的圍的話 它有八段的話 它壓迫的頸度會不一樣 它不會因為你長期穿 把你的靜脈的回血量 給阻斷再下肢 所以像它八段的話 因為像它的技術已經可以到八段 以前的早期穿 真的護理人員算是一段 所以是拉不起來 而且很厚 現在因為透氣的問題的話 也解決一些那種不舒適 像我們說的 胖的人他們腋下的摩擦 因為它夠透氣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有一些 試疹的狀況 對 但是還是大家如果要挑選的時候 一定要聽聽專家的建議 要挑選到底是哪一種 最合適自己對不對 簡易彈力帶塑身操 姐姐妹妹快一起動起來吧 妳現在把手先往前 妳的肚子前面拉 這手很痠 對 手肘回彎 打直就會練不到 好 妳再往旁邊拉 有點像滑船的動作 這個滑船的動作 沒想到可以坐著滑船 妳這樣跳出來 我的肌肉是不是跑出來 然後往前之後再慢慢回來 所以你們就想往前 然後講往後滑 就是所謂的蝴蝶秀 妳再往後一點點就多了複乳 因為我們都在說 比如說我們如果說 用做運動或者什麼的話 就是很多東西我們都已經知道 對不對 但是就是妳要不要去做 這個我們就真幫不了大家了 對 所以今天還是基於良心 我們還是再告訴妳一些 妳可以在家裡面 沒有 妳可以在家裡面 也許妳不想做這些 那我們就介紹妳別的方法 還有別的方法 我們要麻煩麒麟 是用袋子是不是 用袋子它的好處是 因為一般大家在用袋子 會覺得是說 這個袋子拿來就開始拉跟扯 我們不能太早破梗 等一下 等一下先叫到你們手上 看看你們的反應 我再來破梗 好 老師給我們 沒有 那個袋子就是現在大 沒有沒有的袋子吧 對 這是我剛剛講的 運動作對跟作錯 會不會有這個跑出來 真的假的 是練脖子還是練身材差很多 袋子來了 我們來看看 這就是 是一人一條嗎 對 你們一人一條先拿著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反應 就是當你們拿到袋子 你們會怎麼去拿它來練手背 對 練手背 對 直覺 直覺 我知道 妳的好弱 本來也是用對摺的方式 那家瑋會用什麼方式練這個 我會拿這個來打男友 我以 沒有 其實打男友 打出去的這個打動作 就是練蝴蝶袖 對 妳看嗎 她很大 她是打蝴蝶袖 她是打蝴蝶袖 打下去的動作 就是蝴蝶袖的動作 不錯 對 老師妳不要開玩笑 對 我在講真的 來教大家 因為一般大家拿到彈力帶 第一個感覺的話 其實都 你們都抓得很鬆 基本上彈力帶 我們在用的話 有它的距離 因為每個人的距離不一樣 尤其妳肩關節不一樣的話 我先教大家一個簡單的 你們把它往上 對 你們往上之後 跟妳的肩膀一樣寬 然後我們身體坐正就好 仔細看了一下我的動作 往上之後 先把妳的手輕輕滑到 跟肩膀的寬度一樣 對 所以妳的 手臂跟上臂是90度 然後妳之後的話 再慢慢往下 把妳的手肘夾到妳的 腋下 夾緊 是 夾緊 然後妳們再往上 好 這個動作可以 好 然後整個夾下來 手肘夾到 然後再往上 好 然後現在再把妳的袋子 再往內收一個拳頭 收一個拳頭 對 向內 好 然後接著喔 同樣的動作 妳們手也是往上 然後慢慢拉開來往兩邊 然後再夾到腋下 頸度會出來喔 對 然後再往上 有耶 妳看我這邊的 妳看我這邊 是這邊肌肉在動耶 沒有 往下夾緊的時候 練到的就是腹乳跟蝴蝶秀 要往下 然後往上慢慢上來的時候 我們練到的就是小老鼠 好痠喔 所以它 我們彈力帶在練 它是對抗肌跟結抗肌 同時訓練 妳上去的時候 還不能被它彈上去 妳要慢慢的上去 其實有痠 有痠 好痠 你看 就是自己 我剛剛講一下 妳們剛剛的手肘這邊 為什麼一定要夾進來 因為很多人拉到這邊 在這個角度就停了 基本上夾進來的動作 順便練腹乳 那妳只拉到一半的話 手肘的這種 拉到一半的動作 妳練蝴蝶袖子練到一半 所以妳整個再夾到底的話 腹乳就一起訓練 是 對 這是一個動作 那還有一個的話 等一下妳們會更痠 妳們把這彈力帶 背在背上 背在背上 然後身體微微的往前傾 讓它自然垂下來 跟妳的兩個肩膀一樣 那妳的雙手輕輕去抓到 前面的肩膀 好 然後再把身體坐正 然後前提手肘要夾住 好 妳們的手往下拉 拉到90度 對 手背90度就停 對 好 然後再上來 上來說慢慢上 好 下拉的動作就是蝴蝶袖 下拉蝴蝶袖 對 然後慢慢上來 就是我們的小老鼠 對 然後妳再往下 所以蘭姐的手肘要夾住 才會練到蝴蝶袖 不然妳的那個 要不然就是練到蝴蝶嗎 練到蝴蝶 妳的蝴蝶 妳的脖子會變短 就是我剛剛說 今天我跑到脖子去了 不行 對 所以妳一定要把手肘夾住 往下拉 才是練到妳的蝴蝶袖 妳要如何的指導我自己 這邊沒在用看鏡子 一般的話教運動 我都會建議大家 一定要看鏡子 是妳要看耳垂到妳脖子 妳在運動的過程的時候 這一段距離沒有變短 一段變短的話就是我說 健身房練錯的男生 都是 這個動作 但是基本上的話 真正健身教練在練 他們是脖子不動 身體動 他們都會說妳肩膀要放下來 然後脖子拉長 對 不然練到之後 妳會覺得奇怪 脖子會越來越粗 那就是練錯了 對 最後這一個手背動作 妳們把袋子坐在屁股下面 到目前為止 這幾個動作都是做著就可以完成 而且這個感覺 比單純做動作有趣一點 然後妳們把袋子交叉 袋子先交叉 是 對 交叉以後妳的手是向下抓 向下抓 對 然後兩邊抓住 交叉抓住 好 妳現在把手先往前 妳的肚子前面拉 對 手肘微彎 手肘微彎 手肘不打直 對 打直就練不到 好 妳再往旁邊拉 有點像划船的動作 這個划船的動作 沒想到可以坐著划船 妳們再往前 我的肌肉是不是跑出來 然後往前之後再慢慢回來 所以妳們就想往前 然後講往後滑 就是所謂的蝴蝶秀 那妳再往後一點點 就多了婦女 是 對 所以划船的話 不需要真的去划 妳光這樣划 其實就已經練了妳的手背 所以這樣子說起來 如果去划龍舟的話 也會剪蝴蝶秀囉 剪很多 還有蝴蝶也剪很多 是 做到目前為止 家瑋妳還OK嗎 我還行 妳還行 我還是 我還是覺得打男友那招 比較輕鬆一點 是 廖醫師妳還OK嗎 看妳平常應該比較少在運動 是不是 不會 真的喔 其實我有 救生員執照 我還有潛水執照 她才剛滑雪回來 這看不出來 女嬌龍 可是我現在的運動就是 第一個就是心跳 我一定要讓這個心跳 能夠至少維持15分鐘的 超過140下 所以我可能會去走步 或是騎腳踏車 或是我會去跳國標 它都可以讓我的心跳 維持這個速度 然後第二點 我比較在意的就是拉肌肉 肌肉 一方面是拉肌肉的肌肉的形狀 另外練一些 就是我們比較少用的小肌肉 比如說背肌 旁邊有一些小肌肉 因為長期我們如果坐著 都不用的時候 你平常沒有感覺 等你抬東西的時候 就閃到腰了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女孩子在肌肉 有一些比較少用的肌肉強度 肌肉的延長性 這個很重要 不過剛剛廖醫師提到 練肌肉的話 它有一個動作 基本上是把日本的一個 脊椎矯正動作 改變成練蘿蔔跟練腰部 一起練 這麼好 對 但是大家就要站起來了 沒問題 好 這個交叉動作往下彎 大家都有印象吧 有 在國外的時候日本 他們兩腿交叉 你的身體往下彎的時候 你是拉到你的大腿跟小腿 是 但是因為這時候 如果有高血壓的病人 我們在交的時候 會特別注意 就請他把腰背整個挺直 挺直 對 然後這時候呢 人體在90度的時候 對小腿來說跟大腿來說 是一個伸展動作 然後你在慢慢的挺上來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高血壓的人 就不會有一些 突然間會爆血管的動作 所以你們兩腳在交換的時候 你們在把身體往前的時候 它這個是改良動作 把它改良成你的身體是整個挺直的 是 然後上來的時候是用腰背的動作 把它整個拉上來 對 可以看這個小腿 跟剛剛被一起練的 對 所以這個是可以練到我們的腰背 以及我們的小腿 可以 它可以再加強一個地方 就是女生最在乎的這個地方 叫馬鞍肉 對 馬鞍肉 你是不是自己了解 馬鞍肉也就是女生很在乎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肌肉 有時候練過頭的話 這邊會臀兩塊 不一定完全脂肪 是 它有時候是因為蠻力用錯 那我們就要把肌纖維 然後整個再拉回來 好 懶惰狗 整到自己當場娃娃叫 這像剛剛我們說 比如說假設做弓箭步 對 類似嗎 對 弓箭步做下去的話是 我們整個後腿要弓直 是 你弓直以後還可以勾起來 後腳尖勾起來 後腳尖勾起來 對 對 然後你的重心往後 重心要往後 沒事 幹嘛說這一招 對 因為小腿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的蘿蔔腿 還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比如說動作 可以讓我們讓蘿蔔腿更小 其實應該是說 現在的話大家的話 因為我們的小腿 在勾起來這個動作 大家都知道 我們只要小腿勾起來 就是伸展 小腿的動作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有牆壁的話 會把我們的腳尖 踩在牆壁上面 身體往前傾斜 這個是運動員最常做的 他們會把腳尖靠在那個 所以你們看那種 王建民他們打完棒球以後 很多運動員 為什麼會在旁邊做這個動作 其實他們要把他們小腿 肌肉趕快拉開 不然他們容易會抽筋 這像剛剛我們說 比如說假設做弓箭步 對 類似嗎 對 弓箭步做下去的話 是我們整個後腿要弓直 你弓直以後還可以勾起來 後腳尖勾起來 後腳尖勾起來 這樣 然後你的重心往後 重心要往後 可是我覺得 這個有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輔助工具跟做法 就是說把高跟鞋脫下來 把它反過來 就是把高跟鞋放在牆上 然後人就是讓腳 讓腳 因為比如說我們穿高跟鞋 所以當我們這樣子的時候 你的腳就是成為這樣 對 站起來靠著牆比較安全 就簡單的可以做到 要拉這個後小腿肌的動作 是 那麒麟還有什麼樣子的動作 還有的話會建議大家的話 我會教大家用一種叫做 Z型的按摩方式 因為小腿在收縮的時候 它是垂直的 我們的話兩手在左右兩邊 你剛好是Z型的護腿 但是請大家從腳踝 逆向的往膝蓋的方向 這是Z型的推法 因為我們肌肉平常都是垂直在拉 你現在是Z型的把我們的肌肉群 整個是把它推開軟化 所以它是有點Z型的交錯方式 如果這時候有在一些乳液的按摩上面的話 比較不會讓我們的皮膚的角色 摩擦 會比較舒服 對 還有別的方法 還有的話其實很簡單的方式的話 就是剛剛廖醫師有提到的話 我們一般站著 我會建議大家做的一個動作 就是有一點像箭子內踢 箭子內踢的話 它變成只是踢進來的動作 但是你要有一個外翻的 要花式 它是箭子 所以你小時候有去學箭子的人 真的是很聰明 我們是站著嗎 站著嗎 站著這個動作要把鞋子脫掉 要把鞋子脫掉了 所以是這樣 它基本上我們在做的話 它就是一個勾進來 是 你要連馬鞍肉跟腿一起練的話 你放鬆以後整個這邊要提高 然後再翻上來 把這個地方還要提高 也就是說 馬鞍肉提高 然後再往外 這裡要提高 但是注意 看一下你的腳踝 我們的腳踝完全在放鬆狀況 就表示不會練到蘿蔔 然後你在回來的時候 再回到踢腱子 然後再過來的話 我們在上來的這個動作 比較擔心的就是 大家會用力把腳板下壓 下壓就是這一個所謂的 高跟鞋動作 那個就是錯誤的動作 所以假要是 腳踝要鬆的 放鬆的 對 但是蘭姐的腿還不夠高 因為高的話可以練到我們所有的外側的馬鞍肉 不勉強 有做就好 對 真的有做他就已經是 對自己一個最好的交代了 因為真的 因為很多的節目有沒有 我們都在討論說 如何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健康 或者是更漂亮 對 或者是哪裡緊實等等 問題就是 如果你都可以像佳玟一樣 維持比如說 你有很正常的運動 還有坐起 很正常的睡眠時間 如果大家真的都能夠這樣的話 這些醫生都會欠賺的 不過真的是 告訴你一些小方法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所謂的美麗 千萬不要跟她說妥協兩個 對 對不對 今天再一次謝謝佳玟 謝謝廖靡師 謝謝 謝謝